这是一件仿钙化的汉代的一件人物龙配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件配上有吐石脱咬的一些点 这是用酸咬出来的 还有一点像渗透交接产生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怎么来分析呢 看一下放大图 看一下它浑身上这一些裂 它显得比较生硬 相对也比较少 而真的自然产生的裂 是随着欲的激励满上边产生一些牛毛的那种裂 你看这一件它不但是没有那种牛毛的裂 而且出现了这种四处开片的这种 像瓷器上那种感觉的开片纹 并且很生硬 没有一点自然的那种过渡的现象 再一个呢 这个裂里边呢 做色做的呢 比较单一 甚至没有色 这个最大的破绽在弓上 大家看一下 这个弓 所有的都是源头 源尾 宽窄 深浅 是一样的 弓痕里边呢 并且没有一点包浆 感觉比较生涩 这典型式竖控机床 机雕出来的一个产品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打磨痕 从这个放大的打磨痕呢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很犀利 很致密的这个打磨痕 并且只在高处产生 就是它凹下去的地方 我们看不见打磨痕 就是表面打磨的时候 留下了这样很犀利 很致密的打磨痕 这在古域里边 是不会出现这样一个特点 综上所述呢 这是一件典型的 鸡雕火烧的产品 综上一个点的